世界的盼望不是在于耶稣的再来 教会的盼望是耶稣的再来 可是不是世界的盼望 如果耶稣在这一刻回来的话 几十亿的人会在整个救恩之外 C.S. Lewis 这位非常有名的英国的文学家 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讲得特别的贴贱 当作者走上舞台的时候 这一个剧就已经终止 教会常常求耶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他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来解决问题 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灾难 不好的事发生 那这样的问题的目的是要怪罪于神 我要问的问题是神把地交给谁 神把他名字的权柄交给谁 圣灵的同在跟大能交给谁 还有神授权福音的大能 给予谁要带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世界的盼望不是主耶稣的再来 世界的盼望是福音的大能 是福音的大能 福音必须要宣扬 必须要被活出 必须要被彰显 福音的大能不只是为了要得永生 福音的大能讲到就是天国的能力 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 跟所面对的困难 神的国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正在发生的 也是将来的盼望 这两个都是真实在同时存在的 神的国是现在 也是要再来的 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 以赛亚看见主 他说他高高被举起 所以他的衣裳充满在圣殿里 那个充满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意思说现在遮满 还有更多的衣裳过来 将来要遮满 他在这里 但是还在来的中间 我很喜欢这个 他现在在这里 还有更多的他要来 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要在一个感恩的态度里 但是永远不满足 感恩的里面 永远不满足 因为还有更多 这是一个永恒的王 带着永恒的国度 但是我特别写了两本书 讲到了一非常实际的应用 怎么样带下改革 在社会里面 在整个的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有不同的季节 神的能力 非常终极的彰显在地上 然后教会开始想说 哇 这么大的能力彰显 还会有更好更多的吗 以至于他们好像不再等候 不再继续的服侍 以至于他们在等候耶稣的再来 他们的焦点从他们的任务上面 转向他们最终极的目的地 我的任务不是要上天堂哦 我的任务是把天堂带下来 我的任务不是要上天堂 同样的回应跟你们一样 我的任务不是要上天堂 我的任务是把天堂带下来 接着祷告我们可以把天堂的真实性 带到地上有一个爆炸性的彰显 我的目的地是天堂 但是我的任务是把天堂带下来 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教会常常 把我们的任务 把目的地搞混了 我讲这么多其实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研究在历史当中 这些伟大的改革家 那些改变整个国家的文化跟属灵气氛的人 那些改变人思维跟文化方式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教义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哦 可是你会找到一个共同点 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可以解决社会上现在所有的问题 他们相信经济上的问题 耶稣有答案 他们相信医疗上面的问题 耶稣有答案 他们相信对于大自然创造整个所有的耶稣都有答案 他们相信耶稣也有对生意界 商场还有政治界的答案 因为他们相信神是伟大到他拥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们带着问题来读这本书 如果你没有带着问题来 你很难认出答案在哪里 你如果不去想我们的整个生态可以怎么样得到医治被恢复 你大概不会从他写给我们爱的情书当中找到那个隐藏的答案 如果你有问题关乎我们的经济 你在想怎么样能够蒙福却不自私 如果你不带着这些的问题来 你大概不会看见这些的答案 而在历史当中这些伟大的改革家 他们带着这些的问题 他们就开始找到神对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当中所经历到的冲突的解答 因此在历史上面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季节的改革 我的国家经历了两次的大觉醒 就在那个大觉醒当中整个城市的属灵氛围跟整个国家的属灵氛围改变 在19世纪当中我们听到在威尔斯大复兴的里面圣灵怎么样浇灌下来 威尔斯其实是连接于英格兰的 他们说当你走过那个边界的时候一进到威尔斯 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空气的氛围都不一样 因为神会回应这个地理的位置限制 还有在那个地理位置当中百姓们对神的回应跟顺服 他们告诉我们说当人坐那个火车从伦敦到威尔斯的时候 至少在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当中 有一个人问那个火车的上面的一个员工这个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们当我们火车经过威尔斯的边界 进到威尔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员工就告诉他说我不需要告诉你 你会知道的 因为当火车一过边界 你会看见火车上的人跪下来 会跟神求然后让他们认罪悔改 发生什么事 那群百姓很深地对神做出一个回应 神不以成为他们的神为耻 然后他的公开的彰显他的同在他的百姓中间 不是只是他们的家庭更开心更快乐 不只是他们的生意成功而已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是比这更大的 有一个集体的恩高临到整个国家里面 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他们的想法也被更新了 那些过去活在不道德的生活模式里面 他们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 因为整个国家的那个意识感已经改变了 如果我对我的国家得拯救没有盼望 那仇敌魔鬼就成功地 因着他在我国家的作为 让我感到害怕恐惧 离开了我信心的身份 我就把我的焦点 从对神的应许的信赖 转移到对仇敌魔鬼黑暗诠释的上面 在我生命当中的任何的一个领域 是没有盼望的 我代表那个领域已经在仇敌的谎言当中 在你身体上面是否有一个健康的问题 是否在人际关系上中有一些的增长 是否在我们的政治上面有一些的危机 或者是有些的天灾地震台风 我没有在对某些领域当中 我已经感到绝望 我为什么会绝望 是因为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仇敌的谎言上面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是被杀的羔羊 意思是说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他就已经被陷上了 在创世以前 这整个救死的大功 就已经在他心里面完成了 这是一个奥秘 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头脑去测舵的 但是这是人是真理 这个真理告诉我这个 在还没有问题之前 耶稣已经提供了答案 在我们面对的没有任何一个问题 是他没有供应我们解答的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带着问题 然后来到这本解答的书 然后找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 不是面对仇敌的攻击的一个反应 很多的时候 教会是活在仇敌黑暗权势的攻击的一个反应 如果我的生活是针对黑暗权势的一个反应的话 那仇敌魔鬼就可以影响我的优先次序 他不配得任何的影响在我生命里面 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不是针对仇敌魔鬼的作为的一个反应 他是单单的回应父神的心 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反应仇敌的攻击的话 你会从一个危机碰到下一个危机到下一个危机里面 可是如果你是回应天父的心意的话 你会经历生命再加上生命再加上生命 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 十三节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它在咸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作为一位牧师在过去四十三年当中 我教导这两节经文很多很多次 当我每次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的时候 但是通常我讲的重点 其实是这个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应用 却不是这经文里面最重要所要谈的主题 举例来说 盐在当时是用来防腐肉 在圣经的时期 所以过去我讲的主题都会是 你们是世上的盐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百姓 在社会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要帮助整个在社会里面 防腐它越来越腐败 我想我也可以透过其他的经文 来证明这个论点 可是在这个经文当中 耶稣所谈的主题并不是这个 他说这边讲的是盐 要带来味道 跟我一起来思想一讲 这个可能想法会太简单 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应该要加添味道 当我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给我吃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我的朋友们供应我非常好的食物 当我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在我的国家里面 他们会把盐放在桌上 可是在这边没有盐在桌上 所以我会问他们 有没有可以带给我的盐 可不可以给我盐 因为我喜欢我的蛋上面有盐 那我不会做是什么 就是那个装盐的那个罐子 我不会把它整个打开 我不会把所有的盐巴 都倒在我的盘子的旁边 那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就是把盐巴聚集在一起 叫做教会 我们很喜欢在盘子上面的旁边的角落 那边都聚集在一起 我们总是在那个盘子上面的 那一个小小的山丘 那个盐丘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城市里面带下任何的味道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怕会被玷污 我们比较相信的是 仇敌黑暗全是会欺哄我们 却不相信神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可以影响他们 从一个角度 音乐因为教会渗透在城市当中 那个音乐的品质要更好 医疗的体制里面应该更正直 更有卓越 因为基督徒的医疗 人是他们被渗透在整个的医疗体系里面 教育体制里面应该有神的正直进到当中 为什么因为属神的 百姓的教育者 他们渗透在教育体制的每一个领域里面 很多的时候我们带着旧约的一个价值 进入到新约的教会的价值里 在旧约的价值观里面 他们说你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 在旧约里面你只要摸一个大麻疯的病人 你就不洁净了 因为整个旧约的主题 讲到是罪的那个感染力 罪的可怕 但是耶稣来的时候 是带一下解决罪的答案 就改变了我们的焦点 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模式 在旧约的时候 你摸一个大麻疯的病人 你就成为不洁净的人 但在新约里面 你摸一个大麻疯的病人 他不止洁净且得医治 因为在我们里面的 比在这世界的更大 有一个思维的转化必须要发生 你是世上的盐 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经历 然后允许他把我们 倒在整个社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 然后上一节经文讲到说 我们是世上的光 那世上的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是我们没有很多时间给他看头 是在福音里面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部分 你知道福音的本质最特别的是什么 他触摸你生命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你在那一个领域当中 你就成为他的光 耶稣是世界的光 有多人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 请举手讲 耶稣是世界的光 可是当他的救恩的光临到你的时候 你也成为世界的光 不是说救恩是从我们来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对的 可是我们承载了耶稣 是他在我们里面发光的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圣上不是说 兴起然后反射 他说兴起发光 因为基督的光 已经触摸了你的心 所以这是神的百姓 需要兴起的时候 进入到他们正确的位置 不在害怕恐惧的里面 在羞耻当中 允许基督的光 在他们里面光照出来 我以前总是教导说 光是要显明黑暗 这是真理没有错 可是这是把这个经文 应用的一个真理 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所讲到我们是世界的光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说尘照在山上 我们实际来谈 什么时候一个尘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什么时候在城里面的那个光 是不能够隐藏的 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 才会不能隐藏 对不对 换句话说 那个城市成为一个 避风港 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真的相信福音里面 所讲到的 我们要去 我们之前有一个家族会 150个我们的家族的人 聚集在这个家族会里面 当中有60个来自不同的宣教士的家庭 来自不同的牧师的家庭 我自己的叔叔 他是中国大陆的宣教士 我的堂哥是在上海出生的 当在文革的时候 他们被赶出中国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宣教我们需要出去的 但是在福音当中 有另外一个部分 也是同样需要被强调 就是在福音的那个来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成为某个 某样的一个人 以及别人会想要来来找我们 我讲到说来 不是说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 可能包含是当这个 但是这不是重点 成造在山上是一个群体 是一群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 是他们彼此有关系的 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做往常全 他们知道怎么样生活 以及他们的生活 可以把耶稣的光光照出来 因为在我们周遭有很多人 他们是行走在黑暗里 他们可以看山上的这座城 可以在那个地方 他说那是避风港 那是我可以找到安歇的地方 那边会有供应 会有他们所需要的答案 就像我们会去到树的下面 去硬币 就像我们会去花园里面 采一些果实起来 我们会到全员那边去喝水 我们这些被蜀的百姓 应该像是 罩在山上 会吸引那些失落的 失丧的人 是在群体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一起生活 而且做往常全在生活里面 是在群体当中 我们学会怎么样脱离债务 在群体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出一个 饶恕的人生 在群体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进入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慷慨的境界 在群体当中 我们彼此帮助 彼此支持 在养育儿女上面 也许我们的儿女 可以长大 可以健康 可以被成全 在群体当中 我们开始学会鼓励 在生意界 在生意上面的弟兄姐妹成功 特别在他们当中 没有任何的竞争跟比较 当有一个人被兴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嫉妒他 我们很喜欢 当人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但是当所有的东西 都加给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那么开心 我们很喜欢当人 在神大人手上 降伏谦卑 但是这个经文的后半段 讲说神会高举他们 我们很喜欢他们自卑 如果我们够成熟的话 当神高升他们的时候 我们会为他们喜乐 这是圣经里面的 另外一段的城市 不是只有十架而已 还有一个空坟墓 不是只有一个空石架 不是只有受苦受难的石架 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得胜 而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很喜欢人 当他在隐藏当中奉献给予 可是我们不太开心 当神在公开的场合赏赐他们 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当别人得到突破 得到得胜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跟他们一同欢敬 你知道那个贫穷的神学里面 让我们没有办法拦阻别人 进到那个有影响力的位置 而那个会允许我们里面 合理化我们里面的嫉妒 我们说这是属灵的查验 如果你把一个不正常的东西 给它一个神圣属灵的用词 你就允许那个东西 不被神介入来处理 最后一处经文 以赛亚书六十章 第一节 醒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烟花的荣耀 发现照耀你 这是一个关乎 我们现在所处的 时刻的一个预言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他说你的光已经来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 耶稣是世界 耶稣是那光 光照每一个人 没有另外的一个光要来了 吸引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稣的荣耀 发现照耀你 看到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稣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万国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耶稣命令教会要做什么 在大使命里面有两个重点 在其中一个大使命当中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可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门徒训练列国 神在等候的丰收 不只是灵魂是国家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告诉我们 这样的列国的丰收 是怎么样可能的 基督的光已经触摸了 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 当你看见祂是道路真理 生命的时候 你就会兴起 让那个基督的光 借着你的生命光照 因为当你有多兴起 有多发光 神会第二节是说到 神会把祂的荣耀 交在你身上 然后祂就预言到结果 万国 就是你要门徒训练的那些万国 万国要来救这光啊 君王要来救进这个光耀 神期待什么 神期待的是列国的收割啊 可是教会期待的是什么 我们期待我们可以上天堂 然后能带一个灵舍 或者两个灵舍上天堂 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很蒙福的话 我们可以上班的同事也可以一起 带着 我们现在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要想神的想法 祂为我们预备好这个舞台 在这个使命当中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成功啊 祂使这个使命可以完成 但是我们需要顺服啊 兴起 不要再等候下一个先知性的话语了 兴起吧 不要再等下一个恩高的分次 兴起吧 不要再等下一个特会 兴起 把基督的爱跟同在光照出来 你就会看祂加祂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面 让祂说 万国要救这个光 君王要来救尽这个光 我们可以发多大的光 是在我们群体当中一起发光的哦 祂没有说你是一个在山上的房子 祂说你们是一个群体的城 因为他们看见到群体的生活 我们就有盼望 知道在那边可以找到安全 在那边可以找到避难所 在那边可以找到供应 当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找到的不只是供应 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安全的避难所 他们看见在那里面有生命 盼望会吸引你所盼望的 我们必须要学习仰望 我们必须要想祂的意念 做祂的梦 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 找到那个最不合理的应许 像祂说 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 祂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不一样 对不对 我的祷告是神要用祂的梦想 让祂的梦成为我们的梦 我们为祂是可慕 祂所可慕的 父神在你的百姓的心里面 成为孕育你梦想的子宫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这些事情会发生 因为他们活在你的心意里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他们做了那不可能的梦 我们与天堂一起同众 看见祂被高举得荣耀 是过去从来不可能想象的 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好不好 神求祢帮助我们永远不再 因着仇敌的轨迹跟计划 感到害怕 永远不会在灾难面前退缩 永远不会因着听到恶讯 而退缩害怕 让耶稣的爱的那个热情 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让我们在生命年日当中 可以看见祢说有可能发生的事 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Amen Amen 谢谢你 谢谢大家